你要他妹妹不在 那么就死不对身 连连 连连 你不要做啥事 是我错 我不应该想着复仇 我早敢替你的带连连离开 不然也不至于他走的时候 都没人在他身 连连不会管你的 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现在又算复仇的仇要怎么样 他回不来 下辈子 找个好人家吧 是谁发给你的 是他 是他笑了蝶蝶 圆圆 圆圆 戏 就是 我 是不是 我 是 黑夜昏白夜 能不能省眠 灰色的人间 别召唤把日夜 冰封的眼泪 一滴就很闲 来自目光的明星天 他无声无色无言 翻过闪天 这么多天不吃不喝 也是你会狂的 眼睛肯定也不希望看 黑夜昏白天 过去的时间 梦红了双眼 往事的光圈 每一瞬间都很绝 哪怕过去的昼夜 是我的笑点 再见不如荒调能再见 卧阳能再发现 在共同人躁 不会唱 煎杀 卧阳信 只看得到那 现今 在天 变得 疯狂 直接 你终于接待会 嗯 次了 夜的白天 谢谢的时间 浓红了深夜 特别点事情 我睡得过间 每一瞬间都没见 爹爹 你好好看着 姐姐一定替你报仇 小小棒 小小找到你了 竟然真的为了我连夜看过来了 姐姐 脸色这么差 怎么了 我跟你说过 想好订婚再来找我 我想好了 这段时间找不到你 我整天都会饿了 我 从来没这样过 我好像 离不开你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试试看 又不吃亏 我是不是最错 大家关门合适 有一个条件 果然是我手机的家 除了经理 我就是比不上个人 是他下了点 不行 我好像离不开你了 让我狗狗成强 继续上午 城市集团宣告破产 城市夫妇涉嫌故意杀人罪 目前已被警方来 这是你干的 狗狗他们还不容易 不过我只是让他们破产 调查完 怎么还故意杀人 杀谁啊 你不好奇我为什么这么恨他们 其实我 干完衣服 干什么 去了就知道了 帅航 然然总算回来了 妈 这是点点 快来快来 妈 我想和点点计订婚 虽然你一口一个妈叫着 但我还是有自知之明 你爸走得早 我一个继母 也说不上什么 你做主不就行了 你退了 这位贺夫人不简单呢 妈 你别这么说 婚姻大事 我当然是希望得到您的主 城市刚破产 他养父养母 又有人命官司 一切都不清楚 这个时候你和点点 我怕合适的股东们 不同意 妈 这些你别担心 都交给我了解决 我不同意 我只是个人 城市也破产了 你确实配不上和人 你刚刚怎么敢轻易 把你那么顶 你懂什么 温水煮青蛙才更吃 这个养女一看就是个祸 你别给我有个鸟子的 你放心 为了我们肚子里的饱饱 赫然这下 我肯定会除掉 你后悔了 赫然 我想跟你说清楚 其实我不是 你肯定是紧张了 怪我 没跟你说一声就回家了 妈还说了那样的话 没关系 慢慢来 不是 我 你先好好休息 不要再去 不要再离开 这几款是 我 除了他们还不如 问了我肚子里的宝宝 赫然这些 我肯定会除掉 赫非 我是能够到 简直是胡闹 城市集团根本就没有商业架子了 赫少爷竟然用了三千万手工 这不是百名没本了吗 哎呦 大哥你快点吧 出大事了 那边 你快去看看 哎 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赫非 你得给我个说法 各位董事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然然和我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他为了讨好成家那个养女开心 他什么事不敢做啊 养女 昨天都把人带到家里来了 非要订婚 我一个寄木也做不了主啊 简直是胡闹 这赫世如今 还忍不得一个乳羞未干的小独家族 那就让赫然交出谷权 赫夫人 你得振作起来主持大局啊 妈 你这是怎么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各位董事 是我教死无法 对不起大家 赫少爷 董事们希望你交出谷权 什么 请你交出谷权 赫世 不能毁在你这个花花风格的手里 自己最亲近你 一直在欺骗他 背叛他 连我也在利用他 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为了帮我 他才入了寄木的局 对不起赫然 我一直在骗你 明天 明天我帮你夺回你的东西 后来终止这一切 我又说你的寄木不简单 你还非让我去医院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医院 就那次啊 不然我也撞不见他被陈家人绑走 你不就想哪来那么多事 我不是针对你啊 不是我让你去的 不是你 他知道点滴的存在 我看谁敢动啊 哎呦 这公子你可来了 而且点滴之前住的两家医院 都是赫然那个亲密的 昨晚 昨晚忽然要拍自己会议 故事们都被要走了 自己最亲近的 也就在欺骗他 连我也在利用他 我还终止这一切 婆婆 你好大的威风啊 你们 来人 把他们拉出去 我这肚子 可是未来赫世的继承人 你们谁敢动 我未婚妻 确实有孕在身 你们说有孕就有孕 闹着玩呢 怎么 是允许你有孕 我就不能怀了 你胡说 二老爷子走了十几年 我这婆婆居然还能怀孕 真是奇迹啊 终于觉得呢 够怀孕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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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是我的私事 你们也要够问吗 我再不堪 我没有做出 为海盗公司利益的事情 与公司造成的损失 我也拿出百分之十的股份 来陪赵男家 车资的股东 我也移的闷道歉了 这次 适合人做 这赫世 是诸位跟着赫勒先生 一起闯出来的天下 你们也不希望 看着他落入一个 和赫家没有半点血缘 身上还怀着 来路不明的孩子的女人身上吧 中嘴 阿姨 自重 阿姨 郭少爷 只要公司好 我们都没有遇见 至于家务事吗 你们还是自己写别吧 大家都散了 然然 你听妈妈说 阿姨 我不想再见到你 还好吗 姐姐 今天我要看到你的另一面 什么 我孩子的妈 赫然 我有话 点点的秘密 想知道就来这 出了吧 赫然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你又想做什么 伤害你姐姐的事情 那哪是她姐姐呀 你怎么也在这 我姐姐是个哑巴 现在这个女人不是 她是为了复仇而来 她接近你就是为了 报复我们这一家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 她对你设的局也不少吧 从我们订婚 从我们订婚 再到后来你突然出现在我们家 姐姐 你别吓我 赫然 你怎么 你怎么就在这儿了 成家 救我 你 我的霍气 为什么这么恨她呢 让我 隔壳成前 然然 你只不过是她的一枚急